各位錶迷你們好 我相信大家儲錶的錶迷 很多時都會喜歡儲錶計時馬錶 貪它夠多 Subdials 錶滴又多些,好像很複雜 因為男士儲錶最喜歡複雜機械性 第一個機械計時機身是 1969 年 3 月 由 Brightling 八年齡 Hoyer 和另外兩家公司共同研發 叫 Calibre 11 1969 年,這年真的很厲害 1969 年又發明第一個自動計時機身 再加上上月球,7月的時候不要忘記 所以1969 年真的有很多大事發生 但今天並不是介紹自動上年的計時馬錶 而是首上年 我最喜歡的手上年 我現在手上這款是鐵鬚的手錶 我已經啟動了計時,中時秒針 讓大家看看底部,沒有做透底 亦是用三顆的設計 錶冠,再加二時和四時位置有兩顆 還有這款很美麗的膠鏡,超油味道 這支錶是三個 Subdials 大家看看,戴上我七吋的手錶 這支錶真的很有味道,我覺得非常棒 即使現在戴也非常棒 這支是二手的手錶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九時位置的秒針 中時秒針在動,還有其他的累計錶盤 看看,咦,它還有夜光 原來是指針有夜光 三時位置有三十分鐘累計 六時位置有十二小時累計 大家玩開這個計時錶都知道 但這支是首上年,非常有味道 當然它沒有做透底 天梳一定會出名很多 但這支是Ilex 大家未必很熟悉的 Ilex 這個牌子 我上網也看過是一個瑞士的牌子 當然,名氣沒有天梳那麼有名 它是38mm標極 還有它有現在大熱的兩個Subdial的設計 大小是38mm標極又適中 還有它配合18K的金殼 原來這支是New Old Stock 沒有人用過的 所有東西令這支錶更加矜貴 我現在已經啟動了中置計時秒針 它的Pushers不是剛才那支天梳 好像圓形那些 這支是長方形的 更加舊式的Pushers 但大家也看到了 真金也沒有那麼真 寫著在底部 即是這支是未用過的手上鏈計時碼錶 我相信很難找到這樣的手錶 例如你看看它的甩位 你看看它的Pushers 長方形的邊位 其實如果是二手 然後打磨過 就很難有這樣的效果 真的很吸引 我真的覺得這支錶 加上那些數字 測速計 很多的數字 令到它更加有味道 剛剛它過了一分鐘 大家看到它的三時位置 三十分鐘內計 已經開始動 那支支針 但是我七吋的手錶 這支錶真的 很吸引 其實我之前也留意過 VC 高斯丹頓的手上鏈的金錶 當然是二手 而且我記得我當時看的價錢 都是六位數字的 六位數字 這支當然不小 還是全新的手錶 還有它寫著 錄視位置是Antimonetic 是抗磁的 這支手錶 我猜你坊間也挺難找到的 而且這支牌子本身 又不是很出名的牌子 所以就更加難找到 現在兩支錶都放給大家看看 右邊天梳那支 定價是12000港幣 但是那支就是二手錶 當然很難跟Ilex這支18K的 New Old Stock的手錶比較 所以這支Ilex的手錶就會比較貴 但是如果大家去到 佐敦明愛中標維修 跟葉師傅聊天 一定再多些優惠也沒問題 當然現在是新年 葉師傅就會初八啟視 今天是初四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要多等幾天 才可以去跟它查詢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介紹 這麼舊的手錶 New Old Stock 或是Vintage的手錶 我都很喜歡出去發掘不同的牌子和標款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地區小店 以及我拍片 還未訂閱都麻煩大家訂閱、Like和留言 對我來說都是很大的推動力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集的分享 拜拜 拜拜